自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,学员们抵制迫害已经走过了24年。 7月15日,波士顿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公园举办集会,纪念反迫害的历程。 恰逢新世纪影视举办电影《演员梦》的《波士顿首映视》,电影中的演员们也加入到这次集会。 主演之一的郑雪飞还分享了她的母亲被中共的法院非法判刑的经历。 与法轮功相关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。 妈妈她也以亲身的经历证实了法轮功好,但是中共的法院还是罔顾事实,将我的妈妈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。 2018年9月30日,我的妈妈她结束了两年半的冤狱,又被610人员送到了老家河口的疗养院,再次失去了人生自由。 当天艳阳高照,公园里有众多的游客,他们纷纷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停留,观看学员们练功,了解中国大陆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。 著名自媒体人李大宇呼吁说,关注和制止这场迫害,对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美国是讲究人权的国家,而中共对法轮功乃至更多中国人的迫害,其实呢,它是对全世界,包括美国人民的侮辱。 因此呢,我在这里不仅呼吁所有的美国人民,也包括所有有正信的人民,能够关注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,能够制止这个迫害。 同时呢,也为了您自己,为了后代,能够在一个没有这样罪恶的世界生活。 反迫害24年以来,法轮功学员们也看到,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真相,不再支持中共的镇压。 我的一个同学特别的支持共产党,在疫情后,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没有人权自由的事实越来越明显。 我在给他看了媒体对大法积极赞扬的视频之后,他再也不相信共产党,他认为大法是正法,我很开心看到他的转变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景业,波士顿报道。